今天我要做这个南瓜气风蛋糕 味道刚刚好,不会太甜哦 准备以下的材料,你们可以截涂起来 准备3粒的蛋黄 15克的细砂糖 把它搅拌均匀 倒入35克的牛奶 加入25克的玉米油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25克的金瓜粉 把它过筛 再加入35克的低筋面粉过筛 用Zack的方式把它搅拌均匀 蛋黄糊就完成了 准备无水无油的盘子 3粒的蛋白 先用低速打至油泡泡 加入四分之一茶匙塔塔粉 40克的细砂糖分3次加入 用中速打发 打到看到有纹路加入第二次 纹路再生加入第三次 打到两个小弯钩硬性泡就可以了 再转低速打至一分钟消大气泡 蛋白霜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的 没有很难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 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 来给你们看啊 蛋白霜你看它是不会跌下来的 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 用翻拌的方式把它翻拌均匀 不要搅拌啊要翻拌啊 如果搅拌会消气泡 然后再把这个蛋黄糊 倒入这个蛋白霜 一样用这个翻拌的方式 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也是要用这个刮刀刮便 避免下面还有那个白色 准备6寸的模具 最后把它倒入进模具里就可以了 如果弄到旁边我们可以把它抹一下 如果弄到旁边我们可以把它抹一下 再把它摇一摇 正几下大气泡 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 鱼的烤箱130度烤40分钟 再转150度烤10分钟 每个人烤箱不一样 只是给你们参考 你们自己拿捏 熟了我们就马上把它倒扣 凉了才可以脱模 脱模也是很简单 不需要用到刀子的 我们用手这样子压它压它就可以了 再敲打旁边 然后就可以脱模啦 底部脱模也是用手这样子推它 也是这样子而已的 很简单 我们的这个金瓜戚风蛋糕就完成啦 而且还有弹性哦 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